我总是说 我干上这一行 就已经是准备不要脸了 是吧 你这种评论性的节目 你知道吗 徐老师了解 我在私人生活当中 我是个朋友之间 你们以为我是多八个 我是嘴最密的人 你放什么朋友 告诉我什么事 就烂肚子里了 而且平常你朋友讲 我一看人家稍微有点不想提 我绝对不会再提这事了 我非常相信 我非常相信 心思非常缜密 很体贴很敏感的人 所以说两面派 对吧 但是你要是你在台上 他有的时候 这就哪壶不该提哪壶 你比如说莫言这事 莫言得诺贝尔奖 我首先要说 虽然我不认识他 可是据我的感觉 我觉得莫言是个很低调的人 而且人家得了诺贝尔奖 对吧 表现出来的是很谦虚的 老是莫言一遍一遍的说 就是我是世无英雄 数字成名 我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家 很中国好的作家 有很多 是吧 人家一遍遍的这么讲 而且以莫言自称懦弱的性格 我感觉他不一定喜欢 咱们聊 对吧 甚至是聊的不好 对吧 说的我也不好意思 可是扎老师跟我性格很不一样 扎老师上次跟王猛先生 在一块聊莫言 各界反应都谈得很好 因为王猛老师就是盛赞莫言 甚至就是很有君子气度 说莫言写的比我好 他就说莫言的看不下去 甚至我还经常收到一些习文 你知道吗 这让我觉得就要请莫言原谅 我是没资格的 对吗 我也不是你们圈中人 但是我是觉得可以是个话题 是个话题 因为他都得了那么大的奖了 也不在乎 行了 你绕了多少圈了 行了 下一集再讲正圈 这一集多少讲原有 道歉够了 是不是 我就说 你知道有一篇文章写的很有意思 这个文章的作者叫郁志关 我不知道是不是画名 也是一种文学评论 这毕竟他也没有人身攻击 但是他写的挺逗 我可以给你念两句 比如说 他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 消息一公布 诺贝尔奖真的成了炸药奖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中炸开了锅 舆论华人 熟悉和不熟悉莫言的人 异口同声的问 为什么是莫言 这是他的开头 然后他就说 我冲着他大名 买了他的书 认真的看 但是看不下去 为什么我念 他提到我们 他说无独有偶 王猛扎剑英 在枪枪三人行李 扎剑英说 莫言的长篇都看不下去 然后 徐老师 这你就评论评论了 他就说 诺贝尔奖 这个评委 那个词 不是说魔幻现实主义吗 他就觉得 魔幻现实主义是加西亚 马尔克斯为首的一批南美作家 开创的文学流派 他那个百年孤独 讲的是西班牙移民后代 布恩蒂亚 百年前在南美的一个叫沼泽雾所的地方 建立了一个叫马孔多的村庄 那是一个跟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未开化地 总之 他那意思说 这跟高密东北乡不一样 然后你看他下边 我就不懂了 他说 他说 风乳肥臀 风乳肥臀在人物和角色关系的构思上 套用百年孤独 比如说 百年孤独里有一个贯穿史中的母亲 沃尔苏拉照顾几代子孙 风乳肥臀里也有一个母亲 上官卢儿也是照看几代子孙 百年孤独里有一对双胞胎 有一个活了两百岁的神人 有孤执乱伦 有雷梅带坐着毯子飞上了天 风乳肥臀里也有一对双胞胎 有一个活了120岁的仙人 有孤父和侄女乱伦 有一个鸟儿寒飞上了树 百年孤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内战 风乳肥臀书写成中国的抗战和国共内战 他的意思是风乳肥臀 不过是用中国历史事件的元素 在百年孤独的框架里填充 然而莫言在什么模仿 他的意思是 他说忘了百年孤独 从表现手法到人物心理到精神状态 跟故事发生的背景地 就是印第安古老独特的地域和人们环境很贴切 读百年孤独的时候 你觉得书中的人物怪异荒诞 但是放在吉普赛人各种巫术和半原始的穷乡僻壤的氛围中 似真非真又不失真 而高密东北乡地处中华儒家传统文化土壤深厚的奇鲁平原 百年来虽然比较封闭落后 但并不是跟中国社会进程脱节的蛮夷之地 他的意思是莫言把这些个东西硬贴到这个山东高密乡 让他觉得呢 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反正就是这是他的想法 跟扎建英也比较相似 没有我还真没有他这么细的研究 因为我不是说风水肥腾我没看下去吗 我觉得我呢更是完全是一个文学口味的问题 就那天我们还说这事 其实我呢是一个 就是说虽然是城市长大 但是我的口味其实很杂的 你看文学就跟吃饭一样 我是其实既喜欢吃芽菜鸡丝 也喜欢吃红烧肉的那种 我家里都常被一个小二 自己炖点红烧肉吃 我觉得其实我是很杂的 你就是东北乱炖 这个想说明自己是农民是吗 不是东北乱炖 我觉得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也把那土豆胡萝卜洗干净了 把那粉条泡一泡 不要吃的时候满嘴泥撒 最后你吃的就是很牙称 你知道吗 我不是反对东北乱炖这种的事 我说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的 对我说的 我不喜欢的是他的糙 就是这种粗糙 黄流之下泥沙俱下 而且这种感官刺激 我觉得有点就是说 说到魔幻现实 马尔克斯写的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有好多跟风的 倒不见得真的是默言 有点这种张牙舞扰 就是那种装身弄鬼的形式大学内容 我觉得有点这种 就是用这种感官刺激 特别出轨的这种描写 来得到效果 那现在这个默言专家 该来分析分析了 这个默言的意义呢 你要放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脉络里去看 默言续写谁的故事呢 续写创业史 续写整个抗战的这些 比较红旗谱 你知道默言的故事是 接着我们当代现代文学的一个主流 周立波的那个什么三乡俱变 你比方说默言的洪高亮一出来 北京一个评论家雷达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洪高亮救活了抗战题材 那救活抗战结果 其实现在电视剧里大部分的 还是旧的写法 默言怎么救活了呢 因为原来我们对解抗战这个 就有一套模式 比方说日本侵略 国民党的假抵抗 真的剿共 共产党救人民 整个过去红旗谱 我们的一个整个叙述描农村呢 我们是六个东西 穷人富人对立 国民党共产党斗争 然后乡村祠堂 跟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小学教师 形成个文化的对立 所以三对三 白鹿园就解构这个东西 最早解构的就是洪高亮 他怎么解构法 他引进了第七个力量 土匪 你仔细想洪高亮 我们现在看默言 很多人只注意到他两点 一是现代主义的手法 梦幻现实主义的 二是乡土的材料 可是忘了 默言还有最重要的一条 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他直接挑战我们 现代文学过来的一个主流叙述 说简单一点 他用民间的角度 改写官方的历史 你这个 你再让我讲完一句 你仔细想想洪高亮 谁打了日本人 那国民党军队冷制队长 是打完了才来的 是一个土匪 是一个讹战 代表民间力量的这么一个人 打败了日本人 你知道这个洪高亮的意义 他从他开始 我们整个当代文学 出现了一个改写 当代史的这么一个 而这种改写 跟我们在电视大众传媒里面 出现的那个主流 正好是真风向对的 我觉得诺贝尔奖 给我们很好的契机 来注意这种严肃文学的 严肃的意义 这不是严肃的文章 诺贝尔奖评委会 对咱们国家创业史时候的文学史 还挺了解的是吧 他至少可以看到 这个书是有新意 而你们原来的这种 叫党派文学 莫言讲一句话 他是党员 但是我不写党派文学 我觉得这句话 值得很多人思考 你这个吧 非常的 我觉得记忆很 这个话呢 一部分也是王德威说的 他说你把 要把放在一个整个串通 我觉得现在 传媒 原来不知道这是谁 是拿来出来消费一番 作家当中 当然了同行 我们反复的讲过 有很多作家 十来个 都有像莫言这样的水平 你如果说 一定是莫言怎么伟大 今天你就算 不给莫言 你给另外一个作家 比方说你给蒋评 你给王安逸 我们照样可以提出 很多的问题 子冬你现在已经说了 好几个问题了 我打断一下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但是就是说 你的确是一个 这种学院派的理论化的 对 这种讲 这种讲法 但事实上 他最后 比如尤其是变成电影以后 洪高亮以后 你得到的 我记住的倒是一个 什么评论呢 就是说 一个是说 自从洪高亮之后 中国男人 两腿之间就有东西了 就是说这个是给撞扬了 他倒不是说 你说的土匪也是 但是是这样吗 我觉得 比如你看英雄儿女 和小冰张嘎 那个两腿之间 也有东西的 只不过他替换了一下 的确是谁的两腿 在一个 他这种感官刺激 变成了一种 比如说 鲜血与皮肉横飞 是老酒与骚尿 共骚尿一色 你知道吗 有点这种 就是以这种强烈的刺激 使得你已经 这个东西已经盖住了 你原来的这些 很细微的这种 变化改变 杀老师 两种 你真行 你先与我讲到了解剖学 咱们先去这广告 枪枪三人弦 广告之后见 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洞藏 红花薄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选择节能 选择安全 热水器升级换代 我选领导品牌 美的空气能热水机 列入国家节能惠民工程 空气能选美的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所以你看 见过莫延和没见过莫延的人 就这么大的区别 他见过莫延 我也见过 我在饭节上见过 美国一两面 很早 我第一次是1985年 85年我到北京来开个会 他们说帮透明的红萝卜 开一个讨论会 那个时候的气氛真好 谁都不知道谁是莫延 谁都不知道谁是莫延 就是说不知道这个作家 是个年轻作者 就写了第一部的作品 叫透明红萝卜 中国作协就给他开个会 然后来的是谁呢 就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些评论家 我同意你讲的 莫延后来的文字缺乏节制 泥沙俱下 有很多细节 有很多漏洞 他里面讲的也不一定 但是末年早期的小说 你看透明红萝卜 红萝卜 非常清纯 对 好像你也是认为 很精彩的 我很喜欢 而且他给85年 给我们中国文学 就包括中文文学 带来这个冲击力 对 这个冲击力 观众可能只看到 比方说电影里面的 那些色彩 杀尿 什么 他们忽略到 那个重要的东西 但是 一般的读者 应该看 他后来的 包括他后来 90年代到现在的 很多散文 其实我都觉得挺不错的 一些 就是短的去什么俄罗斯旅行 我能不能简单的理解 你觉得他就是语言上不太讲究 然后意识上有的地方有点脏 是不是能这么说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意思 我说的比如像檀香型 我当然了 我也觉得他 我就没看下去 他这里边有什么 还有什么深意 我也就 就无法发言了 但是你像这种 就是说用一种疾形 我觉得这种强烈的 这种 我又 也不是施虐狂 也不是受虐狂 我就不受这罪了吧 真的我就觉得 但是小说是 负责让你看了舒服的吗 我正要说这个 不是因为这个 所以这不是一个评价的标准 就在这 比如你说 像这种 就是专门写那个 法国那个专门写那个 施虐心态 他里面有东西的 你知道他这种 性虐待 其实最后他 有一个就是说 理性的控制狂 很多人在那里面 读到了后来纳粹的 这种理性杀人的 冷血杀人的 这种前兆 在文化上 心理上的前兆 如果他有这个内涵的话 那么他就是好作品 洪高粱 我那个时候 八十年代去日本的时候 一批日本汉学家 就围着我 跟我较劲 说那个洪高粱里边 那个日本人抓到了 那个一个老头嘛 就剥皮嘛 就是他说 这个剥皮不是日本的刑法 他说日本有各种刑法 但是没有这个凌迟这个 就是剥皮这个 他说你这个是 你想象出来 就是夹在日本人的身上 中国有 他说是莫言想象出来 那一批汉学家 我当时印象很深 就那批日本的汉学家 这么爱国啊 他们对牵涉到 他们文化的东西 他很计较 但是他们也都看了作品 我觉得莫言在这些地方 包括谭香行李 有很多细节 他是比较粗 比方他那个生死疲劳 写了四十几天 我当面也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 有很多很多细节 就雪龙子打开 花花流 到四个面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个大的问题 一个大的背景的问题 大的背景的问题 就是莫言也好 王毅也好 张伟也好 他们对于文革的否定 对于57年的反右 甚至对于土改的政策 在文学里 都有尖锐的批判 而我们的社会 从最近的十几年里 把这些文学边缘化 而且在主流的画面 继续贯穿原来的 所谓的小冰章杆的 这种所谓红色经典 我觉得这个奖 至少提醒我们注意 我们有这么多 他这个角度也是有理的 你是政治性的解读 我是文学性的解读 所以说扎老师的这个观点 我感觉就是这个 新世纪内 这个阶级斗争的反应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还真觉得 扎老师 你把我归哪堆 我瞎说一个 他这个挖坑专业 我随时可能掉进去 我认为在莫言的问题上 反映了阶级问题 扎老师 你是知识分子家庭 对不对 他也是知识分子家庭 但是他在农村待过 你看 我是什么呢 我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 我是农民的 我父母都是农民 所以你看 我跟你说 阶级不光是政治的 阶级还是趣味品味的 甚至于不同的阶级 可能他有不同的品味了 对不对 你比方说 你看我身上 我说我就算我一半农民 所以我看莫言的小说 可读性很强 我基本上都能看得下去 我不会像这人说 看不下去 但是我老想摆脱自己 这农民 我也看几本书 所以我身上 也有另一面 另一面 就是我也会觉得 好像语言 什么 你知道 所以我就瞎想一个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过去咱们老讲文人气 这个词 文人气 大家老是说这是酸 其实在中国古代 文人气不是指的这个 它指的是一种精神 或者一种境界 它不是说你多像 而且它这个里边 反映出一种什么气韵 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 我就找出一个文人化的代表 就是元朝不是有四个吗 黄公望是一个很有名的 还有一个叫倪赞 倪赞 我专门找出倪赞的这个画 我们可以看着说 他这个讲的好 你看 这个倪赞 咱们外行就觉得 这个模模糊糊的 这有什么好 对吧 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可是你知道 中国话讲究 看了之后让你生出远意 就像老干部家里挂那对联 叫宁静至远 就是你看了你觉得不是那么贴近 不是那么淋漓和远 倪赞的笔触 被人称作叫做平淡天真 笔下传递出那种幽远 甚至是消然之意 我们把它挪用在文字和语言上 中国自古有文人气 文人一脉 就讲究 你这个写的不光是故事 不光是主题 而是说这个语言本身 是不是能呈现 做一种品味 甚至这个语言是非常节制的 语言除了表达这个本身 这个意思之外 能让你觉得 就像说人穿衣服 做一种品味 但是我也注意到很多 大地上产生出来的作家 就是跟这个土地关系 很密切的这种作家 他们不是说绝对的 不是说所有的 但是他们往往表现出 跟这个不是特别认同 就是说他们觉得文学的东西 我们不是就跟这不太在意 当代文学的概括 是用一个更通俗的字 叫一派是知青下乡 一派是农民进城 然后阿诚就是知青下乡 韩绍公阿诚 那个墨言就是农民进城 他就把农村的那种粗犷的 那个泥沙巨下的东西 来批判城市 某种程度上 沈从文也是农民进城 但是周作人那种 就是文人进城 但是农村进城 又有不同的路向 那甲平瓜这个农村进城 他就后来渐渐 他个人性格有关系 他就有文人气的学习 对 所以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懂 因为我也不懂外语 我不懂得 就中国所说的这种文人气 中国人追求的这种 宁静致远的这种意韵 诺贝尔评委会 他们懂不懂这路 这也是一个审美范畴 你比如说就好比 这样你说的 相比之下 似乎感觉到 你比如也有人往好里说 往好里说 说墨言这个人 人家没有学者气 没有才子气 就是很朴实 像土科了一样朴实的农民 这是一种审美 对吗 但是你相比之下 我们也可以说 好像甲平瓜 有一些我们刚才所说的文人气 那阿诚就更是 甚至王硕 我认为 你别看他写那个小说 我认为王硕有文人气 对吧 甚至咱们就说 凯鲁雅克的这个 在路上 对吧 写那种60年代 这种小说 他也是文人气 我不知道怎么说清楚 这个概念了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太长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拼命石狼 无缝对接海基会 这个高副董事长 他就拿一个千层给我批 副秘师长要不要留任 主任秘书要不要留任 新掌门上任 两岸之间如何建入深水区 这个柴沙哥跟加油门 怎么样去协调 贯彻政策当然要踩云美 需要我带头冲的部分 我会带头冲 问答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 双喜午夜神 问答神舟 星期六凤凰 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暖江 五井共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 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第一号 达老师 你觉得我这瞎白了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触及了很多问题 就是文人画 你讲的这个 比如说要用枯笔 要留白 你不能画得太满 对不对 要给人一想象的空间 其实这都不是民间的那种 你要画个年画 年画 怎么能是这样呢 你要喜庆 北京画来讲的 要现火 颜色你要饱满 要亮 对吧 不能你什么叫 什么叫不白不红的 叫什么 你就得打红 这是两种 其实我并不觉得 这个有什么高低 说实话 我不是这种意义上的 阶级偏见 虽然我可能有显好 但是确实就像 你们两个人都说的 子冬也说 你这个知青下乡了以后 他了解了民间 他还带着一些 本身的习气 这也是没有办法 就像 你可能画一个萝卜白菜 但是你愿意画的 它很雅 你可能画一个村姑的衣服 但是你画起来 就是那种 还是很讲究的 你知道吗 还是有个样子的 我喜欢 比如说 我刚才说东北乱顿 你在一个大雪纷飞 在东北的热炕头上 烧的暖暖 但是你不要跟我搞的 就是到处我都硌影 就弄得 好像很不讲究 同时85年 同时85年出来的两个写乡土的作家 韩少公就是一个学生下乡 他的爸爸爸 不管怎么样 他是站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的角度 来观察中国的文化的根 可是莫言 他真的是带了另外一种力量 你知道他洪高亮最后怎么写的 我愿把我的这个心 我们的心都被酱油淹了 对 我们用来记祖宗 因为他这个很粗犷 很不讲道理 而且我要说 他是极有魅力 周英雄 台湾那个评论 周英雄 就陈应征也是 他从来看不起大陆的文学 直到莫言的小说出来 他说不得了 这个超过我们台湾的 而且我跟你说 我觉得莫言 他这种气魄 他不是一个 我也很尊重 两个审美 你比如就像我刚才给你看 你一赞的画 那你咱们外行就会觉得 这有什么力量 这个有什么 是吧 看都看不清楚 对 但是传递出来那种意韵 归根结底 包括他说 而且说他是鸡蛋和石头 我觉得他生来就是鸡蛋 只有你是高强 或者你是很强势 你才站在鸡蛋一边 就是说孙上春树和莫言 这个不同 人家生下来已经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